四季采购500万剂BNT在21号宣布完成签约 未来将与台积电鸿海并案同步供货 总共1500万剂的疫苗 由三捐赠单位平均分配同步供货 中央统筹运用 12到18岁为成年人纳入使用对象的范围 BNT什么时候到货 12到18岁什么时候打得到疫苗 甚至疫苗价格是多少 复辟态标签是否不能有 行政院通通没给具体答复 唯一确定的是政府功劳很大要揽工 终于在公私协力的合作 向照性的一个模式 民间出钱出力来取得这个疫苗 而政府他统筹运用半年 还好意思在那边说 哥道伟什么公私合作吗 我们给你这么多的预算 你为什么不去买疫苗呢 你赶快再去加购 到11号公文才发出来说 你去买 10天就买到了 我回想我回想 主持人还讲说他就是买不到 蓝尾怒轰 绿营歌到尾神速 人民可没忘了 是你挡半天1500万剂 BNT还差点进不来 政府说疫苗够了 BNT不准再多买 蓝军快气炸 台湾疫苗又很足够了 我们为什么要去买高端 我们为什么要打高端 理由何在 不是护航 不是图利 那是什么 半年前有人叫陈时中战神 如今政府说的超前部署 有千万剂疫苗在口袋 谎言全破功 书店里战神的书旁边放的 叫你今天被骗了吗 心里从书 不知是否在讽刺 政府说别买BNT 我们的疫苗已足够 记者杨时势林佩杰 台北参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